宽限法师,如何对质昏沉? 地点,天开寺。 我最近一段时间学法很昏沉,念佛就瞌睡,之后起来,边念边拜颤。 请问师父,这是退转的状态魔,是自己学法不精进,还是遇到什么问题,该怎样理解,如何超越? 是宽限,这个不难,你是一直以净土法门座位自己的修行方法。 不是。 我早课是冷言咒,大悲咒,心经,有时是大悲咒,心经,时间多就念阿弥陀佛,末时间就拜一百零八颤。 比较杂,末有一个固定模式。 在寺院,早上就诵十小咒,心经,晚上是晚课等,不固定。 可能,有时会念一部金刚经或者无量寿经,佛说阿弥陀经,慈爱经。 我觉得读诵大成,不想固定一种模式,一定要念什么。 佛说的经典,如果有能力我都去念,照著如理如法的做,而不局限。 当然,我是从净土进来的,对禅感兴趣,对密宗也感兴趣。 我相信佛法就是大海,大海并没有国界,没有界限,不能把海去分成一个什么界限,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。 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,有人是从密宗进来的,有人从净土进来的。 只是,我现在修法上遇到了一些磨难。 是宽县,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,就是昏尘。 是宽县,那我给你提供机点建议啊。 你昏尘有多久了? 有一个星期左右,但到寺院就好点。 在寺院有时也会昏尘,比如,今天吃完早饭,我就很想躺在床上再睡两小时,总觉得睡眠不够,我告诉自己,根本就没有想睡眠的那个我。 还把师父给我的慈爱经拿出来送,就不昏尘了。 是宽县,昏尘给你带来了什么困扰? 会让自己觉得很惭愧。 晚上十一点睡觉,早上八点才起床,难道这几个小时墨睡够了,还要把大好的时光再浪费到睡觉上? 应该是学习佛法,修持正念的时候,为什么自己还会昏尘,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好。 是宽县,为自己不够好而烦恼。 对。 自己没有按照佛陀的法修持,该持戒的时候墨持好戒,不该吃肉的时候可能吃肉了,不该喝酒的时候到一定场合不得不喝,就喝了一杯葡萄酒。 我们是在家居宽,不可能做到五戒。 我或许能做到不邪淫,不杀生,不忘语。 但不饮酒,不吃肉,我真的是做不到。 所以,那天受五戒,师父说能持就说能持,不能持就说不能持,我就如实地说不能持,不喝酒我就不能持。 是不是因为墨有持好五戒,而导致的昏尘? 是宽县,首先赞叹你能够反省,愿意去检讨自己,精神可佳,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 昏尘的却属于一个障碍,属于五概之一,贪,撑,睡,掉,瘾。 因为我们心的力量不够,有时候它是会出现的,要想完全克服,需要很长的修行。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? 就是由昏尘而带来的烦恼。 昏尘本身先不说,由于昏尘又给你带了另外一个烦恼,你觉得自己不够完美,对自己不够满意。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个烦恼。 这个烦恼不解决,昏尘对你来说更难解决,要正确认识这个昏尘。 是宽县,首先,我们人不知不觉都在犯很多错误。 比如说,当我今天昏尘了,就会觉得非常惭愧,是吧? 是,很惭愧。 对,是宽县,其实,有时候不是惭愧,是对自己不够满意。 对,是宽县,或者说,觉得我本来应该不昏尘的,但是我为什么昏尘了呢? 其实,这是一种类似面子的东西,是对自我不够满意,是一种我值的表现,有这么一层东西在里头。 第二个是什么呢? 就是昏尘本身的发生,不是你现有主观上的问题。 比如,举杠铃,一百斤我举不起来,不是你的态度问题,而是能力问题。 可是,你不能因为举不起来一百斤的杠铃而自卑,别人都能举起一百二十斤,我才举一百斤,感觉自尊心受损了。 这个问题,其实可以解决。 比如,他能举起一百二十斤,我可以随喜他,修随喜功德。 我博客里有一个造句,意思是,不要为别人比我优秀而筑集,要为别人比我优秀而随喜,随喜他的功德。 这点很重要,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昏尘,昏尘也是莫有自信的。 而且,昏尘很多时候是会反复的,烦恼会反复。 就像我们排毒一样,一次不能排前进,需要多次反复。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。 当然,不是说因为是正常现象,你就可以不超越它。 愿意昏尘,而是,你不要产生第二个烦恼。 学会去欣赏它,昏尘来到,正是修行的好时候,你可以观察昏尘的自信。 这个昏尘从哪里来,我怎么样认识这个昏尘,去觉悟这个昏尘。 宝王三魅论十大爱行,把这个好好看一看。 我这里还有恋心二十四字,佛海心低下册第十一页有解释。 你们都好好看看,如何面对这些障碍。 当障碍发生的时候,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它,学会欣赏它,别不平,莫抱怨,会欣赏。 让我去欣赏这个昏尘。 室宽县,这个欣赏的意思,不是去放异它,而是当昏尘来的时候,要认识到,这是修行的最好时机。 就像敌人出现了,我们才好对峙。 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对峙它。 室宽县,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 有位法师教我们,我心里很知道我在打昏尘,还是告诉自己,我现在昏尘了。 可又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昏尘。 室宽县,力量,跟力量有关系。 方法有很多,可以用简单,浅浅的方法,也可以用深入的方法。 浅浅的好比浇盆冷水,过去古人有头悬梁,追刺古。 这方法太厉害了,受不了吧。 我会起来拜颤。 室宽县,对,可以对质,这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法。 还有的方法是什么? 这个就需要一定的功夫了,你去观察昏尘的自信,观照它,昏尘从哪里来。 靠般若观惠的力量。 学会去看住它,不要害怕,自卑,也不要恐惧,物赢物据。 当你真正能够关注到它,就像四年初一样,能察觉到它的时候,它就消失了。 这个就是需要我做的。 今年来,我一直在观照每一个心念,生气,焦虑。 就像今天您提醒的,要观照昏尘,是我从来没有过的。 我认为昏尘是错误的,我正在念佛,怎么会昏尘呢? 室宽县,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敌人。 对,我把它看成敌人了。 室宽县,把它看成一个宝贝。 感恩师父。 一下把我的心结打开了。 我就是把昏尘当成敌人了。 就像您说的,莫有用平等心去对待昏尘。 就像您说,可能昏尘没有自信,你看到它的时候它自然就消失了,不需要又给自己增添一个烦恼。 比如我好像没持好五戒,你看人家念佛念得很精进,我怎么念到昏尘。 其实又给自己加了一个责备心。 室宽县,还不仅仅是如此,你自己去体验,体察一下,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。 我一定按照师父讲的那样去关照它,如果有体会了,我会在您的博客上和师父交流,但文字不是我表达事情的本体,所以文字说不清楚。 室宽县,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,各种方法结合住来,像你说去败颤的方法是可以的,而且是一种有效的方法,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不能根除昏尘,但还是能够采用的。 为什么呢? 你的却是察觉到它了,但至于怎么样来转化它,或者把它认清楚,需要一个过程,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 佛法讲,难行能行,难忍能忍。 我们其实都是温室里的花朵,跟祖师比起来,我们太安逸了,不缺衣,不缺吃,不缺穿,现在也很太平,还好在南末有发生在我们身上。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,末有经过这种考验。 往往经历的苦难越多,觉悟的机会就越大。 但不是说刻意去找苦难。 我经历过苦难,我莫说自己觉悟,但是我感恩佛陀让我的人生那么富有传奇色彩,让我能走入佛陀的领域。 当我寻找宗教的时候对自己说,我要寻找到一个真理。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真理,我一定要找到它。 我现在就感恩佛陀,我不敢说我找到真理,因为真理是语言说不出来的,讲出来的不是真理。 我觉得佛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把这个真理讲了三藏十二步,只要愿意跟随佛陀,听从佛陀的教法,你就能和真理相应。 我现在感恩佛陀,我现在感恩佛陀,我现在感恩佛陀,真理就在虚空里,虚空就在心里,心在哪里,只有自己知道,去求证。 在您面前卖弄学问了,抱歉师父。 我是亲身这样去体验的。 室宽县,你去试一试,试一试之后再说。 师父,我绝对自己已经试过来了。 试宽县,你觉得? 我是这样按照佛陀的教义一步一步,踏踏实实地来体验自己,来体验佛陀想把真理告诉每一位众生的这颗心。 我是如实按照佛陀的指导做的,虽然做得不好,不如法,可能见也守得不好,但是就即便是我这样的凡夫, 佛陀也说凡夫都具有佛性,我同意佛陀的观点,确实如此。 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珍贵,都是佛,只是自己不知道。 如果自己知道了,那你就会觉得我被阿弥陀佛,被佛陀所救起的那一刻,太幸福了。 我太幸运了。 我没有白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。 就是想跟师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佛的这种喜悦,也只有学到佛法,能被佛陀所救度,能领悟到佛法的真谛和般若智慧,以及万事无常无我,破除我直的智慧,跟佛陀走在一起的人,是这个世间的大复偿者,是多少个亿都买不来的。 这就是我的体会,是宽限,很好,阿弥陀佛。 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